把我肚子搞大了 就想跑吗 美女指着公公问 你都七十八岁了 居然在外面养小三 婆婆拿起鸡毛胆子挥向公公 他们不会想到 这一幕是她精心策划的 因为善良 她还是将真相告诉了婆婆 生活越来越好了 但她的心里还是有根刺 我怀孕了 你往哪跑 女子指着老头吗 别血口喷人了 我啥时候和你睡过 老头气得跳了起来 你个老流氓 别想抵赖 女子将照片拍在了桌子上 你这是诽谤 那天我是被人绊了一脚 才扑倒你的 老头愤怒地说 站在旁边的老太太脸都绿了 谁也不敢看她一眼 老头健壮 吓得脸色发青 赶忙向妻子解释 我是认识她 但真的没睡过她 老头拽着妻子的一脚说 老婆子 不要中计了 我们共同生活了几十年 老头哭着说 老太太失去了理智 拿起鸡毛胆子 对老头就是一顿揍 场面极为混乱 她看时机成熟了 便将老头护在身后 装作要保护她的样子 我看公公可怜 就给她找了个女人消遣 她掐着腰说 我和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这样坑我 老太太愤怒地说 我公公被你骂得都快抑郁了 让她快活快活怎么了 她霸气地说 男人都这样 你大肚点不就完了 她得意地说 老头见她这样说 急得不得了 上去就把她的嘴捂住了 你这个新机女 不配当我家的儿媳妇 老太太一巴掌向她挥去 你敢打妈妈 我就打你 孙子将她推倒在地 我去死 把这个家让给你们 老太太拿起了桌上的剪刀 老头子 我给你倒地方 你搂着小妖精睡吧 老人拿起剪刀刺向了胸膛 快打120 快呀 老头冲着儿媳喊道 她愣了会儿 才拿起电话 叫了救护车 由于抢救及时 老太婆并无大碍 他们闲着心裁放了下来 为啥要救我 我死了好给你们疼地方 老太太将头转向一边 七十八岁的老公出轨 我这老脸往哪个啊 老太太蒙背哭泣 见婆婆这样 她也很难过 就将真相说了出来 老太太听完 喜出望外 一把将她揽在怀里 这场乌龙 差点闹出人命 其实她也不想这样 她为何要给公公找小三呢 她和婆家又有怎样的恩怨呢 这还得从她结婚那年说起 彩礼就要八千八 你要我们的连王哪哥 母亲对了下女孩的额头 对门的小方 十二婚 彩礼还要了五万呢 母亲生气的说 小方她老公是小学文凭 当自是研究生 不一样的 女孩的嘴角的老高 研究生怎么了 研究生娶媳妇也得花钱了 母亲没好气的说 彩礼八千八也就算了 连个房子也没有 你嫁过去等着遭罪吧 母亲长叹一口气 听到母亲这样说 女孩也有些为难 因为男友家的条件真的太差了 女孩名叫秋菊 是一家超市的收银员 单纯善良的她对爱情有着很多幻想 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 在社会上吃了不少苦 所以她很崇拜有文化的人 尽管她周围的圈子都是些不求上见 得过且过的人 但她依旧在努力提升自己 工作之余 她还报了个油画班 每天都会坚持去上课 虽然她的作品不是最优秀的 但她却是最努力的一个学员 老师布置的作业 她总能按时完成 绝不拖延 学习的过程中 她敢于面对自己的弱项 一次又一次地打磨画迹 构图构不好 她就在百度上查阅相关图片 一次次地在画纸上勾勒 调色调不好 她就边时间边背诵 渐渐地也就了燃鱼心了 学了段时间 她已经能画出独立的作品了 老师也对她赞赏有加 这时的她才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人也自信了很多 她不仅在油画班里找到了自信 也在这邂逅了爱情 一天 画班里进来个帅气的小伙 秋菊见到她第一眼就心动了 老师看到秋菊旁边有个座位 就让男孩去她旁边坐 这名叫吴刚的男孩 是第一次学画 所以很多东西她都不懂 有时老师太忙 她就会向秋菊请教 秋菊也很耐心地为她讲解 通过相处 秋菊了解到男孩是炎儿的学生 她学画的钱也是自己赚的 秋菊了解到这一点 对男孩既崇拜又佩服 连连对她竖起大拇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两个人渐渐熟悉了 也成为了好朋友 可于时间 他们也在一起画画 切磋着画迹 两个人对彼此都有好感 但他们性格都很内向 都想等对方先表白 情人节那天 吴刚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感情 先表白了 秋菊也特别激动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吴刚 他们幸福地拥抱在一起 谈了一年的恋爱 他们就准备结婚了 双方的父母也见了面 你姑娘要是爱我儿子 就别嫌彩礼少 吴刚母亲翘起了二郎腿 八千八的彩礼 就想娶一个黄花大闺女 秋菊母亲生气地说 你闺女想当拜金女吗 要那么多钱干嘛 吴刚母亲没好气地说 我儿子是研究生学历 你姑娘一个初中生 拽什么拽 吴刚母亲翻了个白眼 走 闺女 全世界男人死光了 你也不能嫁给吴刚 秋菊母亲拉着闺女就往外走 阿姨 求你别听我妈的 我爱秋菊 吴刚跪在了她的面前 我会对她一心一意 好好爱她的 吴刚用恳求的语气说 吴刚是没钱 但我就是非她不嫁 秋菊搂住了她的脖子 他们家连房子都不出 你嫁过去要吃苦的 秋菊母亲急地直跺脚 我愿意和她租房住 我愿意陪她白手起家 秋菊坚定地说 双方父母终于妥协了 他们也迈进了婚姻的殿堂 刚结婚的时候 日子虽然辛苦 但还算甜蜜 秋菊认为两个人只要相爱 一切就不是问题 他不求丈夫有多大出息 只求他对婚姻忠诚 吴刚虽然赚得不多 但也老是芭娇的 不会多看别的女人一眼 秋菊对她很是放心 也从不会翻看她的手机 她以为自己会这样幸福地过下去 但意外还是来了 她的丈夫还是经不住诱惑出轨了 而且还是在她怀孕的时候 她遭受了这样的屈辱 婆婆竟还劝她大度 面对婆家人的态度 秋菊伤心极了 此时的她心灰意冷 为了报复婆家 她反手给公公找了个小三 这让婆家始料未及 你怎么能在我孕期出轨 秋菊哭诉道 老婆 是那个女人先勾引我的 无甘哭着求她原谅 我这些年的牺牺牲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 秋菊气得发抖 哭啥哭 赶快去做饭 我儿子还得谈生意呢 婆婆不耐烦地说 妈 她出轨了 你竟然还敢指使我做饭 秋菊将饭勺摔在了地上 婆婆见她不乐意了 便让她坐到了沙发上 还给她切了杯茶 房子 车子不都是她奋斗出来的吗 你就不能包容她一下吗 婆婆看着她说 我们刚字 您心百万 出个鬼算什么 婆婆不屑地说 两个小三怎么了 就是小四 小五 小六 你也得忍着 婆婆说 她只是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就大度点呗 婆婆几眉弄眼地说 秋菊听完傻了 她不敢相信这是婆婆说出的话 此刻的她甭提多憋屈了 老公出轨 婆婆不但不管 反而劝她要大度 她想起这些年的付出 就感觉自己是个大傻貌 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 她和吴刚白手起家 才有的现在的连锁酒店 她是陪丈夫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他们刚结婚一年 吴刚就被公司裁员了 她成为了一个无业游民 那段时间 吴刚天天去网吧打游戏 颓废得很 秋菊对她去不离不弃 一个劲地给她加油打气 她才重新振作起来 秋菊很有想法 她将火车站跟前的一个餐馆盘了了下来 改成了旅馆 盘餐馆的钱 都是她向父母亲戚借的 丝毫没用吴刚操心 起初 她是和吴刚一起经营这个旅店的 那时夫妻感情也很好 创业期间 秋菊积极地疏通各种关系 李店才逐渐站稳了脚跟 但手头有了些积蓄 秋菊又加盟了连锁酒店 这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打那以后 她就将酒店的业务交给丈夫打理 不再过问 由于秋菊已经将酒店扶向正轨 所以吴刚在接手就轻松了许多 吴刚也自学了些酒店管理的知识 由于经营得当 酒店的利润很快就翻倍了 日子是越过越好 吴刚的心思却发生了变化 她越来越渴望偷情的刺激 每当看到哥们怀里的美女 她的心中也是蠢蠢欲动 但她爱秋菊 深爱着这个陪她从苦日子走过来的女人 每当回忆起他们的爱情 吴刚也是十分骄傲的 她虽然有那心思 但还是没做出这样的事情 她想对秋菊忠诚 对家庭负责 所以只是想想而已 转眼间 秋菊怀了二胎 吴刚高兴地连抱她转了三圈 她在心里发誓一定要好好带妻子 也决心要当个好父亲 她不会想到 就是妻子怀二宝这年 她出轨了 更不会想到 妻子为了报仇 竟然会给她爸找小三 不离婚可以 房子车子都得过户到我妈名下 秋菊掐着腰说 只有过户到我妈名下 财产才与你们无关 秋菊生气地说 那是我儿子打拼下来的 凭什么过户到你妈名下 婆婆喊道 你还好意思说是你儿子打拼下来的 前妻不都是我的努力吗 秋菊理直气壮地说 是我当初拿到了连锁酒店的经营权 这个家才有了现在的一切 秋菊吼道 老婆 别生气 车子房子都是你的 吴刚拽着她的裙摆说 你们说再敢说一句 连锁酒店我也过户到我妈名下 秋菊气得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你还打酒店的主意 你这个心机女 婆婆指着她骂道 你说酒店最困难的时候 是谁在打理 秋菊指着她问 那时你儿子不都要放弃经营了吗 不还都是我在收拾烂摊子 秋菊喊道 债主追债的时候 你儿子在哪里 你又在哪里 秋菊吼道 婆婆自知理亏 拿起桌上的香蕉塞给了她 又给她包了个橘子 秋菊 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也不能做得这么绝 婆婆语重心长地说 琪琪都十岁了 你早就是我们家人了 财产上还分得那么轻干嘛 婆婆说 更何况 你现在还怀了二宝 你得替孩子考虑啊 婆婆拉着她的手说 我怎么不替孩子考虑了 无论房产过户到谁的名下 都有孩子的一份 秋菊不屑地说 法律规定 我和我妈名下的财产都是孩子的 这不冲突啊 她强势地说道 秋菊 你就不能大度点 男人出个鬼怎么了 婆婆皱着眉头说 你要是生在古代 就你这样的大房迟早被修掉 婆婆强硬地说 你儿子出轨 竟然劝我大度 你有没有搞错 她将手中橘子砸向了婆婆 秋菊 差不多就行 别太过分了 沉默地公公说话了 你不会也和婆婆一个鼻孔出气吧 难道你也劝我大度 秋菊质问公公 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不大度点还能怎么办 公公不耐烦地说 公公的态度让她寒了心 也让她看清了婆家丑恶的嘴脸 原以为一项奖礼的公公会帮她说话 想不到她竟然站在了婆婆这边 因为公公过去待她很好 她原本想看在公公的面子上就这么算了 但公公这态度 让她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她决定不再给任何人面子 第二天 她就领着吴刚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 这样房子就彻底属于他们家了 一个礼拜后 她又将车子过户到了母亲名下 吴刚连声都不敢知 我肚子里怀的二宝 你们必须都得听我的 秋菊趾高气扬地说 如果敢违背我的意思 我就将孩子打掉 别以为我不敢 秋菊的眼睛瞪得老大 老婆 你最爱的紫菜包饭 吴刚双手奉上 这是日本豆腐 我最近新学的菜肴 吴刚又端上来一道菜 吃完这些 我还要给你个惊喜哦 吴刚神秘地说 啥惊喜秋菊挠着脑袋 你快吃吧 吃完饭 你就知道了 吴刚说 秋菊刚吃完饭 他的手机就响了 是外卖小哥的电话 王秋菊女士 您订了草莓塔到了 请按下电梯呗 电话那头的外卖小哥说 我啥时候订了草莓塔 这真的是我的吗 秋菊问 是的 女士 这单子上是你的名字 外卖小哥说 秋菊按了下电梯 不一会儿外卖小哥就将草莓塔送了上来 老婆 这就是我给你的惊喜 吴刚兴奋地说 哦 那谢谢你了 秋菊的态度依旧冷淡 他一边吃着草莓塔 一边观察吴刚的反应 当看到吴刚的神情有些失望 他也有些难过 他也没办法 他不会因为一个草莓塔就开心起来 他摸了摸隆起的肚子 心里也开始犯了难 每当想起丈夫和其他女人翻圆覆雨的场景 他的心里就是一阵作呕 死后的日子 他依旧没有饶过丈夫 饶过婆家人 他可是在丈夫出轨的前提下 还帮婆家生孩子 所以他谁也不怕 地脱不干净 他要骂人 婉喜不干净 他也会骂人 无论丈夫煮什么饭 做什么菜 她通通都说不好吃 而且稍有不顺 她就会砸东西 而且是什么值钱砸什么 婆家就这样看着她的脸色 谁也不敢滋生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 婆婆终于忍不住了 一场战争爆发了 你闹够了没 我做的饺子怎么不好吃了 婆婆问 我要吃牛肉馅的 干嘛包猪肉的 秋菊吼道 我还怀着你的孙子呢 是纯性想和我过不去吗 我咬牙切齿地说道 根本就不是饺子的事 你不还是在找茬吗 婆婆喊道 我儿子赚那么多钱 出个鬼怎么了 婆婆喽道 都快两个孩子的妈了 你不知道男人啥样吗 婆婆指着她说 你就不能大度歇 我儿子出去解决需求很正常 婆婆理直气壮地说 金彩霞 这话说你说的 别后悔 我快不走进了卧室 她决定狠狠地教训下婆婆 也让她体会下我的痛苦 思来想去 她决定给公公找个小三 让婆家颜面扫地 邪恶的想法一出 她都吓了一跳 半天才缓过神来 虽然她没读过书 但也是知道做人的底线的 这种事她真干不出来 但如果不报仇 她的心头也憋了一口气 婆家人又不会真正理解她 冥思苦想后 她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于是就开始行动了 她知道公公喜欢跳广场舞 于是她特意给公公找了个舞伴 那姑娘才三十岁 身材也是噩梦多姿 公公的眼睛不停地在她身上扫射 就这样 她让那姑娘和公公跳了一个月的舞 两个人也熟悉了起来 她看时机成熟了 就一打麻将未由在酒店开了肩包房 将公公和那位姑娘叫了进来 麻将打到一半 她就以上厕所的名义出去了 让公公和那姑娘单独相处 这位姑娘三番五次勾引这老头 秋菊她公公就是不上套 她公公之所以定力这么好 完全是害怕她婆婆的失后功 秋菊看得心急 就趁公公不注意伴了她一脚 就这样公公扑倒了那位姑娘 公公压在姑娘身上的瞬间 早就被准备的针孔摄像头拍下来了 老头吓得马上站了起来 飞快地跑出了酒店 秋菊看到这一幕 满意地笑了 她终于找到治婆婆的办法了 丈夫出轨时 婆婆叫她大度 她这回一定要出这口气 她想看看公公出轨时 婆婆会不会大度 我怀了你的肿 别想赖账 女子指着老头嘛 别胡说 我啥时和你睡过 她气得跳了起来 老流氓 你竟然抵赖 女子将照片排到了桌子上 你这是诽谤 我被人绊了一脚 才扑倒你的 老头愤怒地说 站在旁边的婆婆脸都绿了 谁也不敢看她一眼 老头健壮 吓得脸色发青 赶忙向妻子解释 我是认识她 但真的没睡过她 老头拽着妻子的一脚说 我们共同生活了这么久 你还不解我吗 老头抹着眼泪 在气头上的婆婆 拿起鸡毛胆子 九十净往老头身上走 秋菊见时机成熟 赶忙上前护助挨打的公公 装作要保护她的样子 是我给公公找的小三 要打就打我 秋菊理直气壮地说 公公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你应该大度才是 秋菊得意地说 婆婆刚要打她 却被石的孙子拦了下来 你要敢打妈妈 我就和你拼命 孙子拽住了老太太的衣角 你们都欺负我 我活得还有什么劲 老太太吼道 老头子 你和那狐狸精睡去吧 我先走一步 老太太抓起剪刀刺向了胸膛 他们被这场景吓懵了 愣了好一会儿 才叫了救护车 由于抢救即时 婆婆的病没什么大碍 他们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我死了 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婆婆将头转向一边 七十二岁老公出轨 我也没脸活了 婆婆蒙背抽气着 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你说我以后怎么做人 婆婆伤心地说 善良的秋菊实在不忍心 便将真相告诉了婆婆 什么 你公公她没和那姑娘睡觉 婆婆的眼睛亮了 是我要抓拍公公出轨的镜头 故意设得局 秋菊低声说 那姑娘是我还二百元 顾得托 她怀孕的事情也是假的 秋菊说 婆婆听完 甭提多开心了 一把就将秋菊揽在怀里 婆婆刚想说什么 突然又不说了 眼神里充满了歉意 出院后的她 马上给秋菊置办了套房产 上面只写秋菊的名字 婆婆再也不会腰五喝柳 而是处处顾及秋菊的感受 也主动陪着笑脸 秋菊也感觉到婆婆的变化 明白她是真的知道错了 便不再追究 秋菊主动将过户到母亲名下的房产 又过户到了她和吴刚名下 这个举动让公婆很是感动 他们的关系也越发亲近了 六个月后 她和吴刚的二宝诞生了 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带二宝上幼儿园后 她又重新拿起画笔 在画板上涂鸦着 她已经很多年不画画了 自从结了婚以后 现在生活变好了 她想把时间还给自己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婆婆劝她大度时 她认为自己很难做到 但画板重新回到了她的世界 她却有信心做到这点 她明白这不是胸怀的事 而是不能为了爱别人就失去自己 现在的她 无比热爱多年前那个充满梦想的自己 此时的她 终于将丢失的自己找了回来 她也不再关注丈夫的一举一动 从那以后 她学会了大度 而丈夫出轨的事也没再发生 现在的她 状态好了很多 但内心深处或许还是有一根刺 或许时间能够拔掉她 也或许不能 忠诚是爱情的基石 也是幸福的前提 既然结了婚 就要履行婚姻的责任 任何一方出轨 都会对家庭造成伤害 为之他人苦 莫劝他人善 有些事能原谅 有些事就是不能原谅 做了错事 我们可以求别人原谅自己 但原不原谅是别人的自由 莫劝他人大度 因为别人遭罪的时光 你未曾经历 我愿意想撂着你 对家庭造成伤害 快乐 对家庭造成伤害 又不在家庭造成伤害 不然是有些人 就不像 然后他们把他人家 都促过了 感谢观看